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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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回到第二段时间的环节 继续有我们嘉宾Ricky 上一段一段时间就说到 Ricky,你在日本吸收了一些 好像没有国的武功 超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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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如何在日本人的营运生意上 学习到一套你的法则 令到可以带回香港 其实是这样说 不可以说是法则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经验 或者是真真正正一个 实践了法国原来是 原来可以这样去做 这是我一个吸收 所回来的经验 或者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对不对我不敢说 或者每一个人的想法有不同 但是来说 其实我以前在日本的时候 我曾经做过一个 某大的电信公司的广告 或者是他们有个 你开名的 没所谓的 你开名的 日本而已 我都装不了 三四个 其实香港可能也有些惯 我某大 就是N字头的公司 N记 是的 我们叫做N记 好吗 N记的话 在日本来说 他算是第一大的 曾经是第一大 现在是变成S字头的 第一大的都不一定 但是现在来说 我当初我发觉 就是有什么 他们是做了 前期搜寻是做得很好 我就发觉他们 日本人他们做前期搜寻 是做得非常之好 可以花一年的时间去做 一年的时间去做 他们可能是做一个基本 但可能会花两年 做三年去做一件事 前期的项目 全部去搜寻 甚至乎人的心理行为 所有的 货架那样东西放在哪里 我想问 你说的搜寻 好像很虚无片 很抽象 有什么实际去做什么 就是在街边捉人 访问 还是问卷 但其实他们来说 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本身的做法就是 以一个end user的心态去用 他们由一个end user的心态 最直接的 谁人用 就在那个人身上 找出来 我也是想问 他们实际上怎么做呢 在街头问卷 还是问卷 他们会有一件事 其实他们会有几种分支 找一个end user做实验 直接找一个人做实验 找一个人 那样怎么找回来 当然 日本也有做这件事 就是他们会不惜工本 去做一个前期搜寻 他们会用出钱 请一个人 请一个人回来 或者是有一种 整个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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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然后他们会不断打电话 你看看他们的生活习惯 对 港电话的模式 对 甚至这一件事他们都会做 他们会做得很徹底 他们会令到 甚至会打击了年龄层 每一个人 这一类人 他们会找这一班人 24小时监察 他们打电话 他们24小时监察 可能先安装了个设计 其实我可以这样说 日本人会做得好些 比较智了些 是是是 他们会有个回报形式 例如 例如我是一个 香港死了 叫我做问卷 就是我每天打了几次电话 在哪里打 跟谁聊天 是是 用一个SMS 用一个WhatsApp 就是报告出来 没错 他们真的会做问卷 他们真的会做一个很正确的问卷 给予人 他们不会有 随便 因为这一件事 日本人做得最好的 每一个人 他们的心态 都不会有随便 这一件事 他们会很专业 所以其实 有人会觉得 日本其实很保护主义 但在我的心态 我会看回 其实他们真的做得很专业 非常之认真 非常之认真 可能是研究 最简单 研究一个苹果 他可以用一世的时间 去研究一个苹果 用一世的时间 研究一块豆腐 是的 现在是一块豆腐 甚至乎 那块豆腐里面其中一部分 如何令到他没有那么多水 我最近认识日本提子 是 怎样令提子没有渣 他一生经历 提子皮 是认识他不会有渣 没错 如果一生不够的话 我还有儿子 我还有个小朋友 子孙 子孙去继续研究 研究到是没有渣 这个就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民族的骄傲 是 所以其实就是他们真的会 因为自己的产品而去骄傲 而去专业做这一件事 这个就是说 跟香港很大分别 没错 就是我会见到就是 日本我学到这一件事 就是他们第一件事 要尊重自己的行业 这个是很重要 亦都比我深深感受到就是这一件事 就是说每一个行业 其实任何行业都好 其实你可以很专业 可以做到很专业 这个就是你优秀的地方 就是不要推死这个产品 香港速效太高 是 是 我会见到就是日本 其实跟香港有什么最大的分别 就是日本是前期它会 虚耗很多的时间 或者很多的人力物力 但是它每一个产品 它可以推到 寿命是很长 甚至永远 但是香港我会发觉有一个问题 或者不算是问题 或者是有一个情况就是 我们要快去做一个产品出来 但是 但是 不长售 卖的系统很短 是的 会可能就是同一时间 在佔有率上来说 你会变得很低 你可能佔一排 你接着不会长售 这个是我一个感觉 我个人一个感觉 不代表是全部的 我会觉得就是 但是日本他们真的做到 就是一个品牌可以做得很长售 亦都很广泛 亦都有很多个发展性 但是香港的话 可能我要虚耗很多时间 做一个品牌 但是 一信即是 但是现在你套回来 你学了这一套 你回流回香港 你就当然想将这一套理念 运行在香港 但是香港我们真的 这么讲速效的 你怎样可以用你这一套 这个原则去做事 可以练习自己 对 如何从一个做设计 就变成做电梯口 就是等电梯那个屏幕 但是你刚才又说 我不可以这么快 做研究前其实很重要 但是你说的那一两秒的时间 是插干 一定要吸收到一些东西 其实整件事 有点矛盾 其实本身 某个情况上我个人都是矛盾的 我个人都是矛盾的 做事 某个情况上 也会有矛盾的情况出现 但是我都会希望在矛盾里面 拿回一个平衡 嗯 怎样去做到平衡 这个我觉得是最 就是我现在的课题 对我来说 现在我的课题 我亦都发觉就是说 怎样在我在日本的 学到的东西 或者日本的模式 套来香港 和香港的模式 亦都怎样去混合日本的模式 怎样在中间拿回一个平衡 这个现在是我不停地在 研究中 转演中 或者是伸展中 但是你这一门 车口的生意 怎样可以将这东西加筹 其实来说 我发觉就是 我回来香港 我亦都见到 其实这个模式的话 这种类型的推广 你回来多久呢 其实我回来大约是九个月左右 九个月 即十年来都很少回香港了 回来就 现在还留在九个月 没错 是的 其实在香港的话 我们为什么 其实我第一样 我都会 少少讲解一下 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一行 还有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有个发展空单 在这里 因为我在日本的时候 我见到在日本做这个广告推广 已经是第一 第一 它不再需要用纸张引擎 怎样去不减低废料 第一 他们会想 环境 因为日本其实真的做到整个环境 是很干净很漂亮的 他们怎样去减低废料 这一样东西 接着 怎样去再帮我自己推广呢 我没有这一样东西 我怎样去自己推广呢 他们会想到一样东西 就是原来是可以用电子化的 用电子化的 不停地在十年里 在日本不停地分逃 当然他们也不停地进化 在十年里我看到他们的 海报都变成了 现在全部变成了 直接是想这样出 没错 以前是一张一张实体的紫海报 日本在街头有很大的屏幕 可能现在你看到香港在街头有很大的屏幕 可能是近几年才有 但是在日本的话 其实是很多年前已经有这一类的 亦都是很平常 亦都是很花滑滑滑 很正常 每一天晚上都不会觉得是暗的 但是这个是他们接受了 但是你是将它浓缩做 放入电梯 可以这样说 我将它浓缩再浓缩 Ricky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想再问清楚 其实说实际的 你的收入模特 你的科技收入模特 是你去过大厦 然后你是用安置硬件 安置硬件 你的收入 还是说你安置硬件 你帮他找广告 其实我还没有 白白白的想法 其实来说 我们的概念 主要是说 首先我们提供了服务 我们是不会介意前期的投资 我们提供了服务给客人 令客人去接受了这一件事 之后我们再去看看 有什么可以支援我们 对不起 你当我是大厦的业主 你来我这就跟我说 有一个新概念 就是安置硬件 安置硬件 或者LED在那里 对 即是你们公司会负责的费用 再安置硬件 没错 到时播什么东西 是你安排 还是跟业主 然后你是去收 那个广告客户的广告费 还是如何 还是收回管理公司 或者业主的费 其实来说 我们尽量希望一样的 就是不会令到任何业主上面 或者是任何安装上面 需要去对方去负责 我们希望尽量是我们公司去负责 那你们的收入是什么 我们的收入就是 我们去看看有什么 正常的广告客户 或者是有潜力的 或者是有需要去推广的客户 我们会希望找这一批人去支持我们的做事 就是简单的 应该是就是 广告收入 将所有大厦插旗 弄成一个各个的平台 出来 到时我播出什么 就当然我说是 那我们 如果这件事 我就会有少少 保留 因为第一件事 我们本身主要的这个项目 或者是我们要做这件事的话 我们只是用一个心态 如何去提供更多的资讯给客户 如果我纯粹真是 为商业去做商业的话 我相信这个模特是不成立的 因为不可以 我想不可以全部广告的 因为我做业主说 我为什么你画安部机 我给一部机 你卖安部机 我还要收回你的钱 没错 实际的生意人 要想想利益关系 没错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没有任何资讯的话 第一件事我没有任何吸引力 第二件事 我市场的需要 亦都没有这个需要 所以就是我们 怎样去令到 在我们的 panel里面 有更加多的东西 可以吸引到人 亦都有 除了吸引 一些资讯 对 播新闻 但播新闻 可能是外购于有线 那些 没有自己的特色 究竟会有什么特别的资讯 除了整个温度计 和整个钟之外 其实来说的话 我们在我们的系统 或者是我们的模式里面 我们会做一件事 就是和大厦有一个 连动性 即是叫做连动性 如何可以和它 令到大厦的大堂更加漂亮 令到它的大堂更加漂亮 而最简单 例如 现在你们可能 入到大堂的时候 你们看到有很多 一张一张 贴在这里的通告 那些 我们如何把它 我们又想来想去 如何把它归纳到我们的 就是把通告 那些什么 就是 那些 information 就是业主委员会 何时开会 就在我们看到 是的 不知道出来 没错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我们会做到一件事 就是 以后不再需要 去刷 第一件事 我们对环境上 我们做了有少少 不多 但我们希望做到有少少的贡献 就是没有那么多指掌 第二件事 就是在大堂上面 是更加漂亮 因为其实每一幢大厦 在讲什么 最重要就是 大堂 你上面怎么漂亮都没有用 大堂不漂亮的话 你上面怎么漂亮 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就是希望 尽量就是 令到所有的 张贴 所有张贴在大堂的东西 全部归纳在我们的 panel 第一 第一 不需要坐升降機的人 或者在等候的人 他们不需要再东张西望 因为其实我都相信 香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眼望我眼 就会有一些 很多磨擦都会走出来 现在不会 现在不望你眼 望iPhone 是的 但是我们希望 可以在同一个地方 大家都可以视线去看到这件事 原来看的话 我除了广告片 除了天气报告之外 原来大厦 什么时候开会 什么时候停水停电 没错 没错 令到就是希望 所有人的话 在那个area 会摆光 所有的大型资讯 都可以看得到 所有眼睛吸引着 看着那个 就是这么说 你那个屏幕 第一个作用 就是变成了一个 通告版 可以这样说吗 通告版 没错 一个就是通告版 是的 一个就是通告版 我们当然会 我们会 例如 广告资讯 例如 即时讯息 例如 酒吧 酒吧 这些会 是的 我通常看着 那条巴都是股价 没错 我相信 陈先生 你都会很有兴趣 去看那条巴 可能升了一个价位 对你来说 已经是很重要 或者可能 今天的运气不是很好 跌了一个价位 你都可以立即打电话 我希望的话 这些是尽量提供到 给每一个人 他有不同 我们的屏幕里面 有不同的界面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 但还没做规刃 其实这样的 主要 为何我们 你说我们技术上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研发 部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都会想到 当然 早晚慢慢推出 是的 就当然的 其实一定 每一个产品都要有个新延性 這個也是我在日本十年裏面的經驗 就是每一個產品如何可以有新延性 這個我相信就是我的產品有新延性 就一定會有市場的吸引力 有沒有實質的黎智駛說下 你有甚麼資訊擺出來令人很有興趣在望 你知道現在這麼多資訊 如果不是特別有吸引力就不會看 暫時來說我可以這樣說 你有甚麼想法可以爆一下 其實我只要可以說一件事 其實我們會做到一件事就是有一個三贏局面 甚至乎大廈業主會有一個好的介面 第二件事就是end user也有一個好的服務 還有我們也有一個漂亮的機器 我們也有一個收益 有甚麼互動可以玩到 其實我們可以說是有關於 我不可以說太多了 他在賣關子 不好意思這個是我們的公司相像的 例如娛樂新聞還是港版 相信的話 還是阿范太出來說 心目中我特首人選 原來你爆了他出來 但我相信如果是這些 一個比較是電視視訊上面的資訊 大家可能不會再有驚喜 甚至乎不會再有有甚麼特別 你一定會突出過Roseo Roseo我坐巴士都長一點時間 如果我等升降機 我都只有幾十秒至一分鐘 我未必會留意到那個資訊 沒錯 我們將會發展到 我們將會發展到 目標是哪一類人 直接網路上 在網路上 我們目標的人 就是用蘋果 或者智能手機 的客戶 如何令到他有一個互動 互動 這個就是我們使用的方法 最少我拿著iPhone 就可以跟你對打 對講 有交易 即是會有一個交易 這種動作 看來是會有的 我們已經套戲了 是的 可以等一段時間 這個就好玩 我覺得這個很好 即是在看的時候 打機 要不是按升降機 還是在看的時候 可以炒股票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將來的課題 一路鋪下去 即是再進一步 是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發展 當然我們這個步步 再下去的話 我們還有其他的發展 我們下一步的話 我們甚至乎有個流動式 或者是其他的 未必只擺在電梯口 沒錯 我們的發展 沒錯 我們相信就是 我們盡量希望在香港的話 盡量可以有多一些地位 可以提供到 我們想提供給大家的資訊 或者是 令到方便到更加多的人 甚至乎方便到現在 現時 一些年紀 不分年齡 年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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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人都可以用得到 這個就是我們的終極目標 其實你對於 我聽了那麼久 Ricky所說 即是經歷上 那有沒有一些 可以鼓勵到我們現在 年青人 其實要好像你那麼薄 很搖底 是不是每個人都要想想去日本 才行 其實 是不是要去日本老婆 那些 其實我相信 不需要的 或者我可以簡單地分享一下 我曾經有 回到香港有一個經驗 或者我簡短地說 有一天 我也是 剛剛下班 我去便利店 我買了一支橙汁 跟便利店的小朋友在那裡聊一聊 也不是小朋友的 一位職員在那裡聊過 發覺就是 其實很多人對自己的定位 或者自己那個 為何我要拿這麼多錢的時候 就好像有少少模糊 我簡單地說 它裡面究竟的內容是什麼 我曾經跟他問過 你覺得 28元這件事 你的薪金 你覺得 你現在做的事 你現在的人工 你會不會滿足 發覺 原來那小朋友 就告訴我 他說 我不滿足 我應該是值40元 也很正常的想法 是 我也覺得我不是 是 就算你現在是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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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 我也問了他一個問題 就是 你40元的話 你覺得你做的事 你做不做 你做不做到值40元的事 如果 我也有問他一個問題 你們公司 你們現在的同事 你們在公司裡面 會不會有其他同事在那裡 或者是年紀大 或者是知識水平比較低的人 他說有 有一些婆婆 或者是讀書 比較少些 但是 我就問他 他們的人工是怎樣 他們的人工 是否都是28元 有沒有埋怨 他說 都沒有的 他們都是這樣做 我就問他 你做的事 是否跟他做同樣的事 他就說 是的 我問他 你如何可以突出 告訴別人 你值40元 然後 他都說 我會做多些事 但是他做的事 他都告訴我 其實都是跟婆婆做的事 是一樣的 但是婆婆 我就跟小姐那個妹妹說 婆婆讀書比較少些 但是他都做得到 但是婆婆覺得 28元已經值了 但是為什麼你要 你讀書比較多 或者是 對這個資訊上面 或者是更加了解 你的能力其實可以做到40元 但是為什麼你會做 他留在一個28元的位置 就是他努力可能要做店長 將來要拿下訂單 即將一些訊息 傳回總公司 做一些管理 或是偏下間 可能就可以令他值40元 沒錯 我會發覺 就是有一件事 就是我問他 你有沒有做一些事 去告訴別人 你是值40元 或者是你超越了這個價錢 他就說 我不會這樣 我沒有做到 我都很簡單跟他說 其實你坐在現在 你跟我聊天 聊了15分鐘 其實你是浪費公司的錢 在浪費十幾元 即是 要扣回四分之一 即是7、4、28 即扣回7元 沒錯 他都覺得 扣回一些東西 扣回一些東西 結果到最後 我就問了他 你其實有很多事情做 可以告訴別人 你是值40元 他就告訴我 我甚至乎很簡單 你甚至乎可以拿著一些紙 銷售 有些公司的紙 可以拿出街派 你幫公司找多些生意 沒有一個人會這樣做 沒有一個人會這樣做 我就跟他說 你要值40元 你就是要做這件事 就是做一個沒有人敢做的事 沒有人敢做的事 你去做 你就是值那個價錢 但你不做的話 你就是28元 你就是那個價錢 因為你做了你自己份內的事 就是這麼簡單 跟著他都跟我說 他就問我一件事 就是你這間公司 你請人要請多少錢 我說我不會設定價錢 告訴別人 是反過來你告訴我 你值多少錢 你甚至乎跟我說 你100元 1000元個小時 我會給你100元 或者1000元的工作 但你能否支援這個工作呢 這件事 我都要發出私語給你 我相信這件事 我現在吃多少錢 靠你之前說 你不要跟我爭 這個 我怎麼說 這個可能是我本身 我自己對人 或者對我自己的要求 我自己 甚至乎我做的話 我希望一件事 就是每一個年輕人 都可以做到一件事 就是不要告訴別人 我自己多少錢 自己不行 其實 就算覺得自己不值一個價位 你就做多些事 去證明給別人 老套的說 其實都是自強不惜 證明給別人 你自己是超值 要超值 超值經濟套餐 你相信自由市場經濟的話 那麼自然 你就慢慢可以抬高你的價值 甚至乎 告訴別人 我做到的事 是別人做不到 別人不敢做的 甚至乎 我為什麼 我會選擇這行的原因 就是別人做不到 或者是未曾去做 或者未嘗試去做的 我去做開荒牛 又何妨 能人所不能 不只是拿最低工資 非常感謝Ricky 不要客氣 今天帶了一個新的冷門行業 看看你的人生看法 希望可以提供到更多的資訊給大家 好 多謝你 這集差不多了 OK 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